将镜头转回地方 新建于1722年 1825年改建的凤山县旧城 也就是现在的左营旧城墙 历史悠久 古老的历史故事 微孤棒爪 仍在左营区邻里间流传 但实际缘由却鲜少人知 我们找到当地的文史工作者 一起换回这段老记忆 来到左营区连池潭周边 很难不注意到一大片历经风霜的 凤山县旧城 也就是现在的左营旧城墙 这段建于三百多年前的城墙 目标显眼 但背后蕴横的故事 至今却鲜少人知 左营旧城的话 是有经过两次的 那个逐城的阶段 第一次是1722年的那个土城 再来是1826年的那个时程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个左营旧城墙 是1826年盖完的 那现在的那个旧城墙 大概还剩下有三分之一 那还剩下有三个门 三个门 据地方文史学者表示 从小居住 生长在左营的在地人 多半都听过 微孤棒爪的这句地方礼语 但是真正的历史起源 却少有人知 因此在为小学生设计 新编例的学习手册 也特别编入这段问题 要让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找答案 为孤棒爪这个典故来出现 大概左营人都听过了 小朋友可能有的不晓得 我们这次活动里面 大概就是有很多 关于左营的典故 左营的故事 都很有趣的故事 让小朋友到现场去找答案 左营区旧城墙蕴含的古老历史记忆 除了有一群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做专职的深入研究 也值得在地人 外地旅客深入探访研究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